阴阳平衡之后,强大的真气能量流要冲出丹田,逆行而上了。 这也就是第四步功,通都勿忘,复勿注。 这句话提醒我们,打通肚脉的时候,更要注意保持道所要求的心理状态。 所谓勿忘是精神专一,守其自然,依稀不离。 所谓勿注是不勉强不助长顺其自然,顺其自然的要点在于呼吸平缓。 第四步功,也叫机器冲冠。 张紫阳说过,八脉者先天大道之根,一气之足, 才知唯有阴桥为先,此脉才动,诸经皆通。 阴桥,就是人的会阴处。 练前三步功,常感到小腹发热,会阴跳动,这是大好事。 真气过了阴桥,遇到的第一关,叫尾驴关,位于尾椎骨之下,肛门之后。 由于这个部位是排泄器官,真气通过时,也容易从这里露屑。 这一时期,使当的提纲是必要的,过了尾驴关,会感到肾躯发热, 命门真气活跃,只是真气在更高一个层次聚集, 成为肾间动气。 会有一股力量,沿积柱,上行,到达地无胸椎处的夹脊关。 这时候,往往感到背部拘紧,如附众物。 由于夹脊关,前通心脏,会感到心脏活跃,甚至不舒服,这是正常的。 在真气通过,加急,立即缓解,继续上行,到达御诊关。 御诊关,不明此意,位于睡觉时,后脑接触枕头的部位。 御诊关,又名御真上关。 此关比较难过,古人称之为铁壁。 主要的通路,是在底颈椎与枕骨大孔接连处。 真气,从丹田出来,一路艰辛,至此力量已经不足了,必须再培养足够的力量,才能冲过。 通预诊关时,能听到响声,有的鸿蒙一声,有很大震动,顿时似乎失去了知觉,但过后头脑会格外清醒,心情愉悦,大有飘飘欲仙之感。